大家晚安 今天想分享的 就是 only 單純想分享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最身裝扮 是因為我今天有做活動 所以出去 然後呢就是 最主要不是要介紹活動 而是要介紹我的這個髮型 噠啦啦啦 噠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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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速的轉移圈 哈哈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一定很亂 對 好 為什麼說想要介紹這個髮型呢 好 先說 這是由於我昨天晚上 為了要想要綁那個迪士尼 冰雪奇緣Elsa的髮型 然後呢就是綁得很生氣 因為Elsa的髮型有髮流的問題 所以呢我想說 逆輸它才會有那個蓬鬆的那種髮流 然後呢 綁出來之後結果像個瘋婆子 哈哈哈哈 真的很像瘋婆子 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Oh my God 怎麼看到那個樣子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天啊我居然也會綁出這麼 這麼醜的髮型 心裡的OA是真的是這種想法 可是我心裡想說 啊算了好累好累 因為已經綁完的時候還蠻晚的 然後呢就心裡幽默默的哀嚎 然後我就說 這個髮型不能分享了 然後就很難過 想說算了算了 現在綁不出來 因為已經不斷的一直重複 試啊試啊試啊很多次 然後就是試了很多次之後 就想說算了 現在綁不出來 大概就是沒有手感 沒有靈感 沒有什麼什麼什麼 想說好 那我之後再來綁 然後呢之後呢 那就到今天早上 一起來一起來 一起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剛起床 尤其是捲髮會膨膨的 就是那個是因為你睡覺啊 可能亂翻幹嘛 然後起來就膨膨的 然後就哎呦 這個髮型真的是 沒有很好看沒錯 可是就是好適合喔 就是因為它會有自然的那個蓬鬆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好適合 就是綁Elsa的髮型 然後就趕快換了一個藍色的洋裝 因為Elsa的那個顏色嘛 它的洋裝的顏色 最基本的是藍色 趕快換了一個藍色的洋裝 然後就洗個臉 然後就綁 綁了之後呢 就我到現在 因為現在已經晚上 我錄完之後 就去辦我們的活動 然後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只有看到照片 因為拍完之後 就是剛綁完覺得它是最美麗的時候 所以說就會 就會先趕快拍拍拍拍拍 不像現在可能像這樣 我現在其實真的不知道後面長什麼樣 可是因為經過一整天的活動 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亂七八糟 像個瘋婆子一樣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對 所以就是綁完之後就趕快拍 想說趁它美美剛綁完 還有那個髮流很清楚的時候 就趕快拍拍了之後 看看那個背面正面 就覺得哇賽 好滿意喔 真的是很開心 可是呢 唯一一個就覺得說 好可惜喔 就是有兩個 應該是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因為Elsa的髮型比我還多 比我還厚的感覺 所以 因為我想要綁的每一個髮型 是用自己最原始的頭髮去呈現的 因為會覺得說這樣子的髮型 如果說我是用我最原始的髮型去呈現的話 嗯 雖然說我的髮量可能是比中等還要多一點點 但是 大家比較能夠知道說 以正常的髮量來說 綁出來的髮型會是這樣 那再來第二個原因的話就是 我的頭髮長度就這樣 就這樣 妹球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你們知道 就是會一直掉下來 就像剛剛那樣 我這樣的時候 咚 咚 這代表他說他不夠長 對 那時候是看完之後 就是覺得有兩個缺憾 是沒有 沒有漂漂亮亮的雪花的髮飾 再第二個就是 頭髮的長度不夠長 厚度不夠厚 對 然後就是 可是呢 還是想分享 哈哈哈 就自己 覺得美中不足沒錯 但是就是很想分享 目標 目標 目標是分享完所有所有 所有迪士尼的那個公主的髮型 很多其實到現在為止 例如說白雪公主自己都還沒有綁過 可是就抱持著我一定會成功的心態去覺得說 好 就是要綁 好 所以呢 再來就是要分享今天很想分享的事情 好 今天想分享的是就是我綁完那個頭髮之後 就去辦我們的活動 然後活動間的裝扮就是說要穿著白色的襯衫 對 要穿白色的襯衫 然後要穿著白色襯衫之後呢 我就想說 就是 因為你好不容易綁一個 而且你那個頭髮真的是 到目前為止綁了三個 三個迪士尼公主的髮型 然後 那個是 綁最久 是最多變 就是覺得說 既然都已經綁了這個髮型 雖然說是 有活動 然後有點正式 對 可是就帶有一點小小任性的情緒 就覺得算了 我就是想要這樣子過去 不過OK的 然後呢 就是覺得說 反正也應該還好 雖然說覺得有點花式的感覺 綁出來的髮型 可是就覺得說還好管他的 就是任性 就是任性 就是很 很想要帶著他出門 帶著那個髮型出門 然後呢 我就 穿了 就是綁著那個髮型 然後趕快換了襯衫 然後換了襯衫過去 然後到了那邊 就是有一個夥伴就是 在我們 因為換完衣服之後 就上了一個廁所 然後有一個夥伴就這樣子 看著我的頭髮 他說 好漂亮喔 我就 天啊 你知道嗎 為了綁這個髮型 我可是從昨天晚上 就忙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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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就是今天早上 然後才 終於終於終於覺得 綁出了一個 我覺得 稍微好一點點 OK的髮型 然後就聽到他說了 那樣子 我就 很開心 然後呢 就是 就是很開心 然後我的心裡 默默的 就是 你不知道我為了這個髮型 很辛苦的 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所以你的讚美 我就收下啦 對我就很開心的收下 然後我們就聊天嘛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看他 他自己本身也喜歡漂亮的髮型 然後他就問我說 就是 這個髮型 就是 是魚骨編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是 因為這髮型的綁法 不是魚骨編的綁法 然後我就跟他分享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魚骨編 我沒有綁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魚骨編 他有抓那個髮流的那個手勢 手勢的 手那個勁 就是你在抓頭髮的時候 你拉頭髮有一個那個勁 就那個手勁 我覺得我沒有 我沒有控制的很好 而且 因為魚骨編他是要一直 把後面的頭髮往前 往前抓 然後你如果每一戳 都抓的一樣 剛剛好的 呃 多少 就是髮的那個厚度 都是一樣 亮都是一樣 魚骨編編起來會非常的漂亮 但是因為我大概只有綁過兩次 還三次吧 我的那個髮量 可能還抓的不夠熟練 所以說他不是每個髮量都非常的一致 所以綁起來 我的魚骨編就是有點 就是感覺 好像上面的魚骨比較粗 下面的魚骨細細的 就是粗細粗細這樣子 摻雜 所以就會覺得說 嗯 跟自己想像中的標準 還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呢 我要加油 我要加油 對 就是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很開心的 欸 綁了很久很久的 那個髮型 然後今天就是有人稱讚他很漂亮 就哈哈 心花怒放 對 好啦那這就是今天的分享囉 掰掰 掰掰 嘿嘿 嘿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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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